布農族 布農族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民族 因此带着外地民众来到双龙领导 祈劳首先就是要助导来向祖林祈福 希望领导旅程一切平安顺利 并且能够带给参观民众充实的大自然感受 美味到 借由就是观察 然后做一些生态的活动 然后希望借由生态的活动 带领给就是我们的旅行者 有一个舒适的环境 然后也分享说我们很珍惜这一块一片土地 然后希望说大家能够 就是用教育性的方式维护这个山林 丹大布農生态旅游协会 在工部门的协助下筹办 带着游客来到森林当中的临到旅游行程 大自然的生态与芬多金 美丽的森林景象 变换万千的气候 提供游客溜感的体验 因为林务局的一些领导 只有部落才能进去 还有部落合格的导览员才能进去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合作模式 让更多的游客 可以有机会进到台湾的秘境 而且是有专业的人员 专业的部落 人族人来带领来做解说 相信这样子的体验是一种 我们叫做眼耳鼻舌生意 色生香味触法的六感体验 对那从去年开始 那个山林全面开放 那我们也想说 民众都能够走进到山林 山林来 那因为尤其这里是双龙林当 那其实它这边 就是 那个林务长得真的非常的 高耸 非常漂亮 那进来这边 不管早上下午进来 都不同 不一样的体会这样 美好的森林环境与景观 生态的导览 加入布农族的故事 林道的旅游是充实又有意义 主办单位也欢迎民众 来到信义乡游玩 能够规划预约这林道小旅行 记者 郡山县采访不到